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西文 湾区哪里最塞车 答案是东湾 过去五年 湾区通勤时间持续增加 联邦人口普查最近的资料显示 湾区有10万人以上是通勤时间 超过90分钟以上的超级通勤族 洛杉矶以向是全美国最塞车 但是最近这几年交通拥塞的旧金山 开始有迎头赶上的趋势 在都会交通委员会公布的 湾区通勤时间地图表当中 Antioc排名第一塞 当地居民的每天平均通勤时间 长达45分钟 如果搭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 每天的平均通勤时间 更长达81分钟 紧追在后的塞车城市是Rainwood 当地居民的每天平均通勤时间是43分钟 搭公车的通勤时间是100多分钟 排名第三塞车的城市是Pisburg 居民每天通勤时间41分钟 搭公车要花70分钟 另外还有研究显示 在矽谷单程交通要花90分钟以上的 超级通勤Mega Commute 比洛杉矶的塞车情形更严重 2015年洛杉矶的Mega Commute比例是4.6% 湾区的Mega Commute比例是5.3% 湾区房子不够 B的上班族必须外移 每天长征开车上下班 Santa Clara Santa Martell 旧金山开发住房的速度 完全赶不上人口和工作机会增加的速度 从2007到2016年 湾区增加了344,000名新居民 但是却只兴建了不到7万个居住单位 有谁可以挤进湾区呢 如果您是亿万富豪 要在湾区落脚当然不是问题 最新的全美国收入最高城市调查 美国最富裕的城市是位于矽谷的Las Adels Hill 当地的家庭平均年收入达到244,000美元 旧金山记事报也研究发现 湾区至少还有四个城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 中半岛的Alphinton 家庭平均年收入达到25万美元 甚至超越Las Adels Hill 湾区有钱人最多的城市排名第三的是Woodside 家庭平均年收入达到22万 排名第四的是Hillsboro 家庭年收入达到21万美元 Pima排名第五 家庭平均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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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咤 权的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